欧耶大使是明末清俗的人 他出生在明朝末年 万零年前 他源起在清朝 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司 第八代是廉耻大使 那我们在他著述里面看到 他年轻的时候 对廉耻大使 非常佩服 非常尊敬 想学廉耻大使 廉耻大使已经往生了 但是廉耻大使的著作在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廉耻大使全集 就这部书在 他就依照廉耻大使的著作 来学习 做廉耻大使的 学生 就像 中国古代 孟子 孟子 凉末孟子 想学孟子 孟子已经不在世了 孟子的著作在 他拿到孟子的著作 自己学习 有不懂的地方 去问孟子的学生 他真学成功了 这叫私塾的字 他学得非常好 你看中国 讲孟孟 你就能看出他学习的成绩 孟子的弟子 我们知道 有真词 人语上你看看 有很多真词说的 游子说的 孟子当时那些学生 都比不上孟子 这就是 私塾弟子 也能超过 他当年 在世所教的学生 出了一把嘴啊 今天讲孔孟啊 不讲孔真啊 不讲孔友啊 成功了 偶一大师 是廉池大师的私塾弟子 这是佛门里面 他的成就 确实 也超过廉池大师 当年亲自教导的这些学生 没有能比得上 欧远的 所以 从这些例子来看 真的是 师父临近门 修行在过来 有没有成就啊 跟老师关系不大 问题 你的善学啊 你会学啊 宗门口头语 常讲 会莫 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啊 真正会学 不但你学得跟孔子一样 有时候要超过 学生超过老师 古人有一句话说 清出于懒 而胜于懒 这就是老师超过学生 会学 不会老师天天知道你 你也不能解救 所以这个会这一个字 关系可大了 怎么才叫会呢 真正会 是在讲的 六个字就包括了 老师 听话 真干 这人就回去了 你把你所学到的东西 要变成自己的生活 你学书讲 无人讲关系 你明白了 上下尊备 你知道了 对掌上 要尊敬 对晚辈 要爱护 你都能做到 那做些什么呢 十二个字 把中国所有的特性 无人四为八得 总结合起来 十二个字 孝体中心 离异廉耻 仍爱和平 这十二个字 完全表现在你生活里头 工作里头 除世在人间物里头 你就毁了 你学圣 你就是圣人 你学行 就是圣人 绝不亚于 古圣兴兴兴 也有可能 你会超越 你学福 你能成福 你学菩萨 你能成菩萨 你学菩萨